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脑补军 相传释迦牟尼佛曾说过 等我涅槃十二载 一位忧于众人者 将从乌金西北于 无垢郭夏湖中出现 并生于莲花花蕊之中 这个出生于莲花中的人 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莲花生大士 没有他的出现 也就没有今天的藏传佛教 然而就在一千年前 莲花生大士突然心有所感 看到了未来会发生的景象 于是留下末法预言 他说当铁鸟在空中飞行 铁马在地上奔驰时 就是末法时代的到来 而如今伴随着全球瘟疫洪涝 粮食危机频发 种种末法征兆都开始出现 难道这位高僧留给后世的 警示预言都是真的 末法时代已经到来了吗 那么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在西欧记中唐三藏和三个弟子西行 一路上斩妖出魔 虽然这些故事听起来魔幻 但唐三藏确实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 他的人物原形是唐代的高僧玄藏法师 正当他开始西行一百年之后 有一位僧人也独自进入了西藏 而他的西行之路却比玄藏还要精彩 这名僧人就是印度的高僧莲花生大士 在佛中他被称为释迦摩尼佛 观音菩萨 阿弥陀佛的身口意三密化身 也是藏传佛教中神通法力最强的一位大师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的故事 关于他的故事还要从一个印度小国开始说起 时间来到公元前489年 乌金国国王印第菩提的独子去世 再加上连年的旱灾和饥荒 也让乌金国的人民都沉沦于水深火热之中 遭遇了多年的天灾 庄稼全部旱死 百姓因为缺粮缺水无法生存下去 面对大自然带来的灾难 乌金国的国王都无能为力 只能和臣民天天祈祷天神的怜悯 当时的观音菩萨不忍看到众生的苦难 于是请求阿弥陀佛帮忙 阿弥陀佛思考一番后 舌头中射出红光 投射到了古印度的乌金国 达纳郭夏湖的莲花上 随后莲花开放 一名八岁模样的小孩 从莲花花蕊中走了出来 这便是后来拥有慈悲佛心的莲花生大事 当乌金国国王看到这一幕后 原本一只未遇的眼疾 竟奇迹般的恢复了过来 他高兴的把小孩带回宫中 次名海生金刚 因为是莲花中生的孩子 所以大家也叫他莲花生 至此灾难不断的乌金国 变得风调雨顺 国家的生气也熠熠生辉 而莲花生便成为了人民眼中神的化身 国王看到自己的国家繁荣向上 认为一切都是莲花生带来的福气 于是给莲花生找了最厉害的老师 立志把他培养成未来的接班人 虽然莲花生在成长过程当中 展现出了自己超凡的天赋和能力 但是心中却对于国家大事 全力欲望 金钱美色毫无兴趣 只想着如何放弃王位去宫外修行 巧合的是 还没等莲花生想到办法 就遭到宫中 兼人陷害 最终被驱逐出宫 这也刚好随了他的心愿 离宫之后的莲花生终于可以安心修行 从此就开始了云游四海 并认识了许多名望之人 在此期间 他学会了佛法 天文 风水等知识 在自己勤奋的努力下 终于在佛教中有所成就 踏上了渡人 降魔 传教的旅程 我们都知道唐朝的文成公主 嫁到西藏后 大力弘扬了佛教文化 给当地留下了不少的影响 松赞干部的后代 赤松德赞 也潜移默化的被熏陶 但当时的西藏本地 有自己信仰本教 赤松德赞上位后 为了可以让佛教继续弘扬 派人到印度取经 可是等印度的兰陀寺 住持纪护大师到达西藏后 西藏竟迎来了自然灾害的侵袭 排斥佛教的本教 趁此机会大力宣传自己的信仰 让当地人认为是佛教传入 触犯了本教的神明 惹来了这么大的灾祸 于是身在西藏的几乎大师 左右为难 为了维护佛教的传承 他从印度请来了莲花生 相传 莲花生在去往西藏的路途中 遇到了很多妖魔鬼怪 但是他并没有直接消灭他们 而是感化教化了他们 正是他的行为 也要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信奉佛教 如今的西藏桑耶寺正是为莲花生大师建造的 他的佛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信徒 所以他的预言也逐渐开始让后世深信不疑 那么这背后到底有何奥秘 传闻中末法时代的预言正在步步成真 而莲花生大师留下的解决之道 又是否真的能实现 相传释迦牟尼佛 涅槃之前就已经看到了末法时代的征兆 他说一旦这个时代来临 佛法将会失去教化的作用 社会开始混乱 魔道将会盛行于世界 就连天界的人看到都会为众生的哭而流泪 善良的人越来越少 灾难 疾病 人祸 接踵而至 直到弥勒佛 降世人间 方可解开 那么莲花生大师又是如何描述末法时代的呢 一天 一位弟子恳切地请教莲花生大师 末法时代什么时候才能来临 只见莲花生沉默许久后说 当铁鸟在空中飞行 铁马在地上奔驰的时候 虽然当时的弟子并不懂自己师父的意思 但是放到现在 这不正是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飞机和汽车吗 关于这个观念 其实还需要一些佐证 因为莲花生大师的预言还有下文 他曾说 在末法时代 人们只要踩着镜子前 就能知道天下事 在青少年脚下踩着滑来滑去的轮子 但是人们没有了责任和担当 君王不像君王 人臣不像人臣 父亲不像父亲 儿子更不像儿子 女人不守贞洁 而男人追求纵欲 夫妻之间会有女人出来挑拨 不孝子会把父母赶出家门 兄弟姐妹因为家产断绝关系 男人沉迷赌博喝酒 就连佛像法器都沦为了发财的商品 所有人都忙着不择手段的去获利 没有人愿意花时间去忏悔 很多人沉迷于世俗的表象 不仅仅会灾难频发 而且需要经历各种生离死别 而此时佛陀的教育也逐渐开始沦丧 很多僧人明明无罪却被诬告 而有些坏人穿上僧衣后便开始到处行骗 世间的罪恶开始增加 天灾人祸也逐渐加剧 这些现象虽然不会一起出现 但或早后晚都会出现 这一预言似乎与我们目前的生活息息相关 而莲花生大事留给我们的解决之道 从经文的字面意思来看 首先就是要戒除掉所有的罪恶 而他则会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在不同的地方 然后在佛法的照耀下去帮助人民脱离苦海 当然这些听上去很像无稽之谈 但从中似乎也能绕门去悟出一些道理 人类对大自然的疯狂掠夺终有一天会环比之身 各种社会问题也会接连浮现 或许我们会毁在自己的文明之中 但现在的社会诱惑太多 能不能守住本心才是最重要的 正所谓万法皆空为因果不空 一个人道德高低不在于他是否疏毒的多寡 阶层高的人往往欲望都很重 往往只在乎自己所拥有的 相反最害怕的就是自己将要失去的 而欲望更是对人心的一种折磨 云云众生也各不相同 那么接下来这首预言诗 估计更是少有人知 历史上两位高僧的惊天预言 竟然会不谋而合 相传唐代的黄伯禅诗曾与官员陪修 口述了一首推测国运的《谶语》 也被后世称为七大预言诗之一 其中有四句是这样写的 如果从文化角度浅显的分析 这里的赤鼠大概指的就是 公元1948年 无子鼠年和2020年庚子鼠年 时同运不同的意思应该是 虽然都是鼠年 但是时运却不一样 届时将来不仅会把中原建设的很好 同时又不会贪居功劳 而里面的西方我们则不妨可以理解为 那些曾经侵犯过他国的欧洲国家 南军则可以理解为 2023年离火大运即将到来 再往下解释的话 也就是说 龙年末十二年初 世界将会迎来新的时代 西方唯我独尊的局面将会被打破 当下所经历的一切磨难 也终将会成为泡影 这或许就是黄渤禅师预言最好的解释 但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 那与莲花生大师的预言 似乎是不谋而合 他说末法时代终会来临 而黄渤禅师则说末法时代终将会过去 虽然说法上两者稍微有些不同 但是他们都主张 只要现在的我们能够及时改正 那充满天灾人祸的末法时代终会过去 一位是藏福先祖 一个是国之预言师 这相同的预言让我们面对黄法时代多了一些信心 虽说这个解决之道似乎并不好实现 但时代正在快速的发展 这当中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守住各自心中的净土 不被社会的欲望淹没在洪流当中 要懂得去克制顺应自然发展的变化 虽说我们不能完全去相信这些神话故事 但背后所带来的启示 却很值得我们去深思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补君 我们下期再见